委員的意見做一個完整的書面檢討報告 文化部反正把文資局的部分包含文化部你們一起檢討就好嗎 可以啊可以 要另外處理了啦 對對對 不另外處理預算啊 可以啊可以啊 檢討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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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的那個共同權案報告怎麼布的 是啊 對啦好啦 對啦 好 那我們對文資局的這一項預算我們支持 謝謝謝謝 不凍結不剪列就照列 那也請文化部在相關的這個臨時人員派遣人力的一個通案的檢討裡面要把文資局的這個人力的一個檢討也要納入報告裡面 好 謝謝來第二幕來文化資產業務 文化資產業務我們的 這個 369370371是總的預算數我們等一下再回過頭來處理 我們先處理 呃 細項喔01喔01 372到375 是01的部分 372到375 01 文化資產維護管理及再利用計畫 1億0214萬9千元整 我這個案子最重要的就是說很多都認定為古蹟文化景觀保存歷史建物 可是都沒有去做維護的工作 然後讓他風吹雨打 讓他損壞 那文資局你怎麼去督導地方文化局 要給予協助落實文資的保存 對 我這個這個質詢的不是這個很多是沒有說的 可是我到外面去看也還是很多啊 我那天質詢的時候還不是把照片放出來過 給你看這個已經列入歷史建物了 結果還是被變成這樣子 對不對 在我的選區裡面就有好幾個 你看我那天提的那個 壞明星村 質詢完了到現在也沒有任何動靜 對不對 只有個別的文史工作人員跑去看一看之外 他代表他個人的研究之外 台北市也沒有處理文字局也沒有處理 真的那個壞的都很可惜啊 那要怎麼處理 所以我說凍結五千萬你提出 是不是請局長跟委員說明一下 就是說他們現在有新的這個做法都要持續上路啦 需要一些時間才能看到成效 請局長說明一下 謝謝部長 文思局說明 主要因為現在的各個縣市政府 包括我們文思局的人力都一直不足 那文思局一直在做行政指導 編了一些書 那也編了一些獎勵來輔導 但是我們覺得這部分就像委員所講的效果不髒 所以我們現在是補助每一個縣市政府 去找一個專區服務中心 找一個學校來協助他們做管理維護 由我們補助他們 因為我們現在文思局在中央的話 有找個五個分區 那我們覺得應該落實在每一個縣市政府裡面 所以每一個縣市政府 我們希望我們協助他們補助他們經費 成立一個小分區 有這個小分區來督導他們 補助經費就在這個裡面嗎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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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因為 那個古蹟或者歷史建物的所有人 根本就沒有善盡保管的責任 對不對 那你文字局你要怎麼去處理 是吧 那文字法也是你才執行的嘛 對不對 對不對 你不講別的嘛 台大 師大 對不對 國防部 好多 對不對 我們現在有 他講個換名新村就是台灣科大 台科大的 對的 教育部 現在 現在 都沒有處理這樣 就讓他們風吹一打 通通換掉 有一個平台現在要請各部會編列預算 那我們這一次修法 在文字法第八條裡面有修法 那我們可以國定股計的部分 文化部可以補助到40% 那非國定股計的部分我們可以補助到30% 所以我們這個獎勵鼓勵來各縣市來編列預算 那實際上我們在行政院也開會了 那個政委也有指示 都優先由各部會要來編列這個管理委會跟修護 主席我想節省時間的話 動結十分之一專案報告 好 書面報告啦 書面報告他送完又就沒有動作了 專案報告他才會 我們請部長再簡短再說明一下 因為我上次辭訊到現在我講的那幾個案子 這個文資法 蔣委員文資法我是非常感謝 就是說各位委員在我還是立委的時候 大家大力通過新版文資法 那其實大家對文資法了解真的不夠 所以我們現在是兩方面 一方面就是說我們次長跟局長這邊 我們已經組成就是說要求各地方政府成立 這個我們提出文資防災守護方案 我們希望鼓勵地方政府 在既有文化局之下成立專業的這個文資服務中心 然後呢加強平時的管理 那引入這個要建構這個防災整備系統的一個體系 然後要引入科技防災工具的科技 串聯警銷警政等等單位 那先建構這個防守護方案 那藉由建構守護方案的過程呢 我們要強化就是說 依現行文資法是所有機關 他要去負起管理責任 那他要去編列預算 那過去大家都不編啦 所以呢局這邊會補助相對補助 你出一部分經費我們補助你一部分 大家一起來管理 但是主要責任我們還要 依文資法要求各所有機關來負起責任 那另外我們也跟行政院協調 未來請行政院來以政策面指導各所有機關 必須要負起文資的這個責任 所以我們已經有逐步逐步一步步在強化 對於這些公有文資相關的這些管理 所以我想一段時間會看到成果 但是我跟委員真的請命就是說 因為為什麼 書面報告 不要凍結那麼多 五分之一書面報告 對 委員因為是這樣 他們預算成長相當高 那人力是沒有成長 業務 那文資都需要搶時間去做 所以就是說 請委員能夠多給文資局鼓勵 謝謝 我不專門報告 改書面報告五分之一 動五分之一書面報告 五分之一可以啦 他趕快把書面報告就好了 對啦 你趕快把書面報告趕快算過來啦 五分之一啦 明年預算我就這個就是 沒有 我們等一下 我現在簽說 才兩千萬啊 才動就兩千萬啊 對啊 蔣委員他動的其實不多啦 可能是我動了五千萬 現在只動兩千萬 你還 還要緊張 蔣委員的提案 他動五分之一書面報告啦 你覺得太早的話 我就動五千萬了 三七二到三七六 一種三七二 一種三七二 還是蔣委員我們可以 三七二 我們就是要相對補助他 這個不是你的嗎 那動一千五百萬書面報告啦 好 謝謝委員 謝謝 OK 那接下來我們來處理 02 文化資產多元永續發展計畫 有376 377 378 來 蔣委員有提案 我也有提案 是不是請那個文化部先說明一下 我動很少啦 八億多只動四千萬 376 377 378 三案 文化資產多元有序發展計畫 預算數八億五千三百二十萬 那我們可以提供給各位委員 我們有關於這個 這個降屍的部分 我想這部分就像剛剛 何委員所講的部分 實際上我們的傳統降屍的部分 目前我們已經進行了傳統降屍的項目 376跟378 376到378 對 那實際上委員非常關心的就是我們傳統降屍的部分 那現在目前我們就有傳統降屍的資格有662位 就當時何委員所提的那部分 實際上這有包括三大部分 一個就是我們文化部認定的重要保存者 也就是人間國保有12位 那第二款的部分也就屬於我們台敏地區 當時那個內政部所屬的是305位 後來我們是中央主管集團文化部所指定的 有將近有345位 我想我們提供給各位委員的資料裡面的第二項這一部分 那實際上我們現在目前在處理的 有關於傳統降屍這一部分 我們也做了一個人才培育的一個訓練 很重要 那這一部分 那這一部分我想我們在保存係數者這一部分 我們已經在做分級了 那現在目前我們去核定這個保存降屍的部分 都按照這個計畫來做 所以目前我想我們已經有一個很好一個機制來處理 簡單說明一下 我們之前有很多其他的委員 在有發現了幾個案例裡面 都是古蹟修復修的不成原型 甚至跟他的原貌好像差異還蠻大的 而他們當初在招標的這個過程裡面 主持那個修復工程的都是你們所謂具有這個專家 專業有資格的人 但是還是可以修得亂七八糟 這個東西是不是請文化部可以去 好好的去檢討一下啦好不好 好 好 來 蔣委員 你們有關人才培育的部分你們是怎麼做的 像譬如零選補助大專院校辦理人才培育局 你們是怎麼做的 我們穩食學院那一部分 穩食學院那一部分 這部分有給委員 給正式給部長 這個東西啊 不是不是我現在把一些成果給各位 主要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是組成了一個文資學院 悉尼的 然後從前兩年就開始了 然後又跟各個學校來合作 由學校裡面開課程 有關於文化資產保存管理維護的課程 然後由他們提出來 那我們來協助他們開課程 險修的學生我們可以補助他協分費 有補助他協分費 那現在已經進行兩年了 成果非常好 而且將近有差不多二十幾個學校來配合 現在好像有八千多位啦 現在目前是八千多位啦 你這個有沒有給蔣委員 有 像譬如 現在很多文化資產的東西 要古蹟修復 是是 在你修復期間有學生在旁邊看嗎 現在部分有 現在大部分是沒有 大部分是沒有 說實在的我這個部分 我這個我以前有建議過 像譬如我們可以跟學校合作 有關修文資方面的學生 你們在修整修古蹟的時候 在現場的時候 他可以在旁邊看啊 對不對 或者甚至可以 甚至可以把它 對在建議嘛 也可以算作學分 你要跟學校合作嘛 對不對 甚至可以你在修復過程 學生也可以把它整個做 用攝影把它整個錄下來啊 對不對 這就是一個很好的一個課程啊 現在我們修 沒有到現場見習的學生 看影片也可以去做一個某種 好那這部分 我覺得我們是應該要 多培養一些這些人才 這方面的這個事情 是是是 這才是落地生根 否則的話到時候你看 這些幾個大司機的一個個沒有的時候 到時候你修補的人都沒有了 現在是我們有兩個方向 一個就是剛剛委員都講 實際上這一步我們是沒有全部實施 現在是比較大的國定古蹟 我們也有日式宿舍 包括岩家跟顧姬 市友私家這一部分 我們有要求營造廠再修復屋頂 或是怎樣從日本找來的時候 我們要叫他們開班 像鐵道部在辦修復的時候 也有叫他們開班 把學生跟匠師一起找來觀摩建行 這一個 第二個我們現在在文師協議 有一個產學合作的部分 但這個是剛發展出來 現在還沒有成型 那這一部分 那現在剛剛所談的 傳統匠師這部分我們也在做 這個是銀科在幫忙我們 在做你另一個機制 那這一部分的話 我想我們可能會更要求的 更廣面的要求學生來參加 這部分 我想我們可以照委員的意見這樣 說實在我提了這麼多案子 基本上就是 第一個 你真正要把文資好好保存 第二個 怎麼樣子把人才培育 能夠傳承下來 對 是是是是 這是最重要的 是是是 我們也接著 我這幾天我都沒看到 我想建議的 像以前建議的像這個 這個是很多文資系的學生跟我建 不是老師跟我建議的 就是說 你如果政府在修復古蹟的時候 你可以跟我們學校配合 我們可以把學生帶到現場去 去觀摩去見喜劇 對不對 甚至 甚至還有一些 學攝影的學生 可以把整個 古蹟的修復的時候 把它變成為電影 可以跟教育部合作 對不對 然後 讓學生可以從電影上面 可以看得到 就是沒有到現場去的 他也可以從電影上看到 這個古蹟是怎麼可以修復的 對不對 這是一個教材吧 對 這很好 這個可是 文化部都沒有做 對不對 那你這次有八億多的預算 你今天 光這一項你就有八億多的預算 對 很多 對 就怎麼結合吧 是 你準備怎麼結合 你用書面給我 好 十分之一 委員 我書面 可以給你這比較動 十分之一 我提案動四千萬 真的是書面 只要可以給委員 這沒有問題 我想我們會 未來要具體的措施 我也可以提供給委員 這樣 因為現在我們這些文資的預算 大部分都落實在地方政府 這部分 好不好 不要動 因為我想我們是實行預算裡面 我們非常努力 動少一點 動少一點 八億五千萬 動四千萬 我就動了個五千萬 八億不動它 八億五千萬 我們很多人才都有建議 他都可以去建議 他都可以去建議 他的專業才能發揮 三千萬 三千萬 動三千萬 補一個 對啦 三千萬 動三千萬 提書面報告 提書面報告 那書面報告要納入我剛剛的提問 還有那個獎委員所關心 跟教育功能的結合 跟教育部的一個跨部會的平台 這是可以去建立的 來三七六到三七八 我們就動三千萬家書面報告 再來是高路移用委員 林山這個水下的資產活化發展 對對對 這個部分就是有關於考股移植 限定保存的這個計畫 那有關於移植的部分 我想大家都非常清楚 就是考股學者都會認為就是 限定保存是他們最優先會考量的 可是我們往往在看就是 工程遇到移植第五十七條的時候 我們在選擇 在選擇就是維護的措施 往往都是用這個進行搶救挖掘 那導致就是現在的狀況就是 我們有非常多的考股移植 都沒有辦法被好好的保存 我在這裡是希望就是文資局 能夠針對文化資產保存法 施行細則第十五條之一 對於移植的這個部分 應該要採取這個優先考量 用法定的方式優先考量 就是以這個限定保存為優先 這樣可以嗎 可以 我們現在朝這個方向來做 沒錯 那我就少動一點 他就說OK了就不要動了啦好不好 這個問題我們也是認為這個問題 這是不倫的政策 什麼時候會提出來 我們在執法修法完了以後 我們就提出來 那你把修法跟配套通通寫一個書面報告 給高路委員好不好 給本委員會 不要動了啦好不好 好 那就預算支持趙烈謝謝 三七六謝謝高路委員的支持啦 那完整的書面報告給本委員會 跟及格給高路委員 那我們預算就支持趙烈 好 不再講那就支持啦 謝謝啦 謝謝蔣委員支持 那這個預算就趙烈 來 接下來 05台灣文化生活品牌國際化 台中文創園區 有381 382 383 講到幾個 文創師有審過 對對對 這必要文創師的 我們是附在文創研師裡面的 對對對 剛剛講過 那這個預算就支持趙烈啦 好 那這個預算05的部分就支持趙烈 來 接著是那個 文創師審過了 對啦 他們在文創園區啦 對對對 對對對 好 接著是06 文化資產保存調查與智慧場域的計畫 這個蔣乃欣委員有提案喔 看看為什麼要把他全部宣布 沒有嘛 這個委員他沒有核定 實際上這個是科技計畫已經核定的 那是我們自己特別認真跟科技部要了兩筆經費來做 好啦 科技部的要來的啦 我們會配合部長的政策文化科技 所以我們特別去跟他們一樣 384 384 384 那個智慧場域 你是連續行計畫還是一年的計畫 這科技部是連續行計畫 但是我這個是一年的 你這是一年的 他其中一個只計畫啦 我要到 我就跟科技部要到錢 嘿嘿嘿 好 那講委員支持 那這一筆預算550萬就照列 來 接下來是07喔 鐵道博物館有385到388 全部都給委耶 全部都給委耶 來 請各位 有蘇巧惠委員張六萬間委員 吳智陽委員 蔣乃欣委員 來 蘇巧惠委員 好啦 我這邊喔 其實這個是業務費的土地租金啊 那其實這邊已經 文字局這邊有來說明喔 其實蠻完整 所以對租金的部分 我就不再 不再 就沒有太大的疑問啦 那我可以支持 不過你的說明我想到 反而是讓我有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現在的鐵道博物館嘛 我們是要設立鐵道博物館 好 我們有沒有籌備處 我們的籌備處的騎乘和戲目是什麼 這部分可不可以未來也有一個書面的說明 這樣就可以了 好不好 謝謝 那蔣乃欣委員 張六萬 沒關係啦 我想我也是啦 看到說明之後我可以支持啦 因為那是一個 當時是一個十年度的 六十五億的一個計算 那的那個預算 那行政院已經核定了吧 確定已經核定了 前幾天核定了吧 所以核定的話 這個蠻重要的啦 我的意見跟喬惠委員一樣 我們希望有一個統籌單位 因為他那個預算 高達長十年的計畫 齊成 六十幾億 又要跟交通部 要行政院要協調 所以我認為那個要有一個 要有一個專屬 一部分好嗎 好 我們都很關心啦 這個是一個很 很值得期待的一個計畫 謝謝 是 包括了菆尾當委員 這個有關 有關 台北機場案 要規劃國家鐵道博物館 行政院已經核定了 行政院已經核定了 那是不是懇請委員 能夠支持我們的這個預算的編列 我记得我稍微翻了一下 你们将来的门票也250块一张 这个还没有 因为你是财务计划上面写的 虽然我没有 我翻了一下 会有人呢 雇工都没有250块 你这边要250块谁会 你自长性多少 自长率多少 60% 然后全票250块半票150块 是不是 对我看你这个报告 你10年以后也不可能啊 你那个街道保护馆250块 一张全票谁会去看吧 故宫都没有250块 你这边要250块 有故宫还有贵 来局长 局长你麦克风回答一下 那个委员 跟委员报告 因为现在我们编了10年的计划 65亿嘛 那国家会要求我们市场率 这个要30%嘛 所以我们在规划之后 未来10年完成以后 那未来财务贵我们初步是估250块的门票 那我们觉得如果说我们照这个计划来实施的话 因为它那有17公顷 而且台北机长现在是属于亚洲对完整的一个铁道博物馆 我们都去看过 他们日本人啊外国人来看也觉得都非常棒 所以我们在10年内如果说能够把这个计划完成的话 250块的票价我是觉得是没有问题啦 那现在我们是先把 我们现在急着要做的就是希望从台铁局那边 我们把那个远期交给我们 因为现在还在他们那边 因为我们计算也没过 计划才刚过而已 那核定案才过 所以我们现在计算今天过以后 我们就跟台铁局来签合约 那请他们移给我们 那我们要先做管理 那我们前期的准备 分期的整修 分期的开放 我们从这个角度 那我们希望在三年内有具体的一个成果出来 这样子 我们现在朝这样子 因为说实在的 你这个博物馆 博物馆经常依照博物馆法 也是教育的社教 对不对 典藏展示教育 所以你一张门票250块 你怎么能够达到这个教育的功能 根本就没有人去嘛 另外呢 那你说自长率30%你达不到 也是自长绝对是不可能做得到 那你将来怎么办 因为你自长率是要有将来有你的营运收入去来填补嘛 那你现在做不到 那你将来还怎么营运呢 会不会影响到你营运的方向和绩效 对不对 那另外还有就是土地的问题 现在是这段时间一开始是免费嘛 对对对 可是后段呢 怎么去处理去 没有没有 他的意思是都现在 那什么叫做合作推动 怎么叫做合作推动 让部长来做政策上的回应 所以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因为这个一下去就是几十亿 基本上方向我支持 做铁道博物馆我也支持 可是支持之下我们也要想想看未来我们怎么营运 我跟委员来报告 我知道委员都非常关心台北机场 因为大家都一起去考察 那我们是经过好几次跟交通部 还有行政院政务委员主持的协调会 那我们就是最终双方有共识 那双方有共识就是前三年文化部编列租金的预算 来给这个台铁然后来启动修复 因为前三年都在修复规划期间 那但是之后呢就进入共同合作推动 所以就原则上没有这个土地取得的问题 因为是合作共同推动 是两个部份一起合作共同推动 所以我想这个部分我们是有信心 两个部份 行政院也同意 因为他这个合定函就是同意照办 行政院同意照我们两个部会的协调的这个结果 那因为我跟委员也分析 为什么交通部他们的这个 跟文化部能够达成这样的共识 我跟委员特别报告 其实全世界的这个铁路交通事业单位 都了解到铁道文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资产 其实也是一个文化财 对所以其实很多国家铁道博物馆 是经营的非常的成功 创造很多话题 因为他所展示的不是只有技术史 还有所有的记忆 铁道的文学铁道的故事 那甚至他结了很多观光 文化艺术的发展 所以他是经营的非常成功 包括欧洲也是 那所以我觉得我们有信心说 以台湾的铁道文化的丰富性 我们是可以能够来规划这样一个铁道博物馆 那所以我想交通部跟我们有这样一个信心 就是说其实对交通部而言 他能够一起推动对交通部铁路局是好的 因为它是一个企业的升级转型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正面的事情 那两个部会后续合作推动 那至于这些门票都是初估啦 都是初估 所以自长律也跟委员有报告说 其实国发会有给文化部的弹性 但是我们会思考怎么样让它整个营运可以永续 这是我们的责任 我们一定会散尽这个责任 那请各位委员支持好不好 这个预算 说实在的 我觉得文化部 当然还有教育部委会跟他讲 对于机械自长30% 社交单位自长30% 一定要求 一定要跟行政院严重的反应 你绝对不能是做表面上的一个工作 这弄一个30%自长率 然后把这个烂摊子丢到后面去 等到真的营运的时候 你根本达不到30% 对 对不对 你讲250块钱一张门票 谁会去 没有人去嘛 你家里全门票 一百块钱 刚开始一百块钱 你都会嫌多 我跟你讲 对 对不对 那你怎么可能250块呢 是这个要检查 所以在这个情况就要务实 要调整 合作核定一个计划 尤其是这么大的一个计划 六十几亿的计划 你的自长率30% 是做不到的话 那你自长率就应该要下降 是 那财务从哪里掉拨 你自己核定的时候 你要去考虑到这个问题 不能把这个计划先推出来了以后 将来以后的事情再处理去 这是不负责任的事情 是 就像谈谈美术馆 自长率30% 你根本是做不到的事 除非你要做到就是什么 做营业嘛 做商场嘛 做旅馆嘛 谁有可能啊 对不可能 所以当时空总 为什么我当时空总 那个国发会 做工丁会的时候 有那么多的部分 你要拿出来做商场 做旅馆 反对 当地居民全部反对啊 对 你这个是哪里是创新基地 你根本就是做商业行为 是 所以为什么我也是说 这个我们那个实验室 在规划定案之前 一定要跟居民沟通一下 因为居民之前 已经有了这个刻板印象 你要一定要改变它 让它了解 不是那种状况 那民众才会接受 否则民众一定会抗争 好 谢谢蒋委员 蒋委员的提点要记得 这个部分主席 我们做一个主决议 好 就有关自长率30% 有关社交单位的这个 自长率不可以定的这么的死 讲话 这个我们可以麻烦 帮忙写一个主决议 等一下来处理 那我们是请各位委员 就支持这个预算 7亿8千070万元 那预算就照列 好谢谢 那接下来 389跟390391来 我们看这个文资局的主决议 389陈学生委员的 来问一下陈委员 来在陈委员回应之前 我是不是宣告一下 刚刚360至371的总的预算的处理 就如我们的细项预算的处理一样 好不好各位 OK好 这一点我是跟部长要特别建议一下 现在有些私有建筑物 历史建物 他们愿意配合我们做一些修复 那这中间有时候还涉及到 他们各方之间 要达成共识很不容易 那像我们桃园有一个案子 那是我们桃园的光点 叫远古本铺 我们中央给了他4千万的补助 但是照规定 他要出10%就要负担400万 他已经没有做什么营业行为 但是还要再去负担400万 这对他来讲是一种变相的层属 所以来讲是这边建议文字局跟部长 是不是他如果 接受我们这样的一个修复计划 那如果他没办法负担 自付款这一部分 但是我们可以相对要求他一些 其他配合公众服务的一些条件的话 我们是不是在给予他这一块做指引 不然你补助他越多 相对的就造成他相对的 更大的困难点 这就有点像一把新 这个曹瑞也拿到了 我们6千万的这个补助款 他自己还要再去自筹6千万 他筹不到6千万 等于6千万都没有了 所以这一点是不是部长 这一块可以去努力看看一下 努力啦努力啦 报告委员 这个他这好像是行政院的规定 不过我们也很愿意去研议跟政策 对 我有跟局长有建议过 好不好 一定一些相定的 来自于行政院他统一 他不是针对文资 他是统一对于地方补助的一个 对我就觉得这一块 我们文字这块要拉出来 因为他变成一个意识建筑或古迹以后 已经限制他的用途 那万一他又愿意做一些公众的配合 我们就文字的部分 我们提出来跟行政院进去演绎 好不好 OK 好谢谢 那是不是给我们三个月 因为原来一个月就修会了 好不好谢谢 好那就照文字修正通过 来390 张廖委员的提案 这是6个月可以吗 我那个倒数1 2 3 4 且本案到魏晋合理那一段可以删除 直接就请你们就那个比例 大概跟我们讲说明一下就好了 主要是不要书面就可以了 书面就可以了 好谢谢张廖委员 好那就照张廖委员他同意的文字调整修正通过 好391苏桥会委员的提案 遵照办理 好那就照案通过 来再进入那个影视局的预算审查 我们还有昨天的两个主决议 我念一下 请这昨天我们在审议算的时候 主决议 公共电视内容产制与应用计划 以奉行政院105年1058月9号 院台科制第1050029425号 含核定计划总经费22亿元 执行期间为106年至109年 为健全我国公共电视之发展 行政院应于本案执行期间 在不排挤文化部预算之前提下 依核定总数额 适合与文化部 以立公共电视 依计划自播优质多元之电视节目 这个依据昨天大家的共识 提出的主决议 那我们就照案通过 好我们遵照办理 好来还有一个主决议 央广具有13种语言之节目 自播优势 应善用该优势提供该台 包括东南亚语言在内的 优质节目于国内广播 服务包括新住民外籍人士的听众 源于设置条例赋予法源前 请文化部协助协调与国内 公营电台合作播出 好我们遵照办理 好的遵照办理 好那我们各委员支持 这个就照案通过 来接下来是影视局 影视局的税入的部分有两案 两案都是许智杰委员的提案 许智杰委员不在现场 我们是不是就同意照列 好那预算照列 来接着我们影视局 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的税出 税出的第一幕 一般行政有两案 黄国书委员及书巧惠委员 这个三姐问问金是通案 是不是要通案处理 然后394黄国书委员 不在现场 是请联署的委员支持预算照列 好那一般行政就预算照列 来第二幕 电影事业辅导 电影事业辅导 396这个是总的预算 我们等一下再来处理 那从397到405都是01 电影产业发展旗舰计划 请大家提问 来 苏巧惠 还是高露先 高露委员 我想这个 这一个部分很多人都有提案 主要的原因就是 我们在看 这个电影事业的辅导 我们国片的部分的这个 市占率是越来越低 然后到去年是最低的 这真的有检讨的必要啦 有在检讨 对 这真的有检讨的必要 在全力检讨中 好部长有回应说 在全力检讨中 我们是真的是 520到现在每一天都在思考 我们也很多政策都要即将上路了 但是我想会需要一些时间啦 就是说产制量的整个提升 会需要一些时间 就是请支持我们影视局的预算 影视局有啊 我排过嘛 也需要他们检讨之后 再来排一次专案报告 好 那我是不是请求各位委员支持 来 苏巧惠委员 没有 我就是支持 因为刚刚这个部长说 这个票房的部分 就是12月底就已经要出来了 其实这几天 12月中了 这个透明化就会上路 然后那个资讯的这个准确性是月底的改善方案会提出来 所以这个事都有如期在做 然后扩大影视投资明年初就会上路 那当然辅导金有增边预算 辅导金的部分都有增加预算 然后协助拓展通路的部分 电视电影同步在努力中 但是这些需要一些时间 那坑勤委员支持 这就国片实体院线也在处理中 那我是不是真求各位同意我们 冻结十分之一专案报告 把这个部长之前所宣示的有关这个检讨啦 还有制度啦的重建等等 这个都来做一次专案报告好不好 好冻结十分之一专案报告 那个五亿零十二万七千啊 辅导金啊 就是补助的机制他要检讨嘛 他要改变嘛 请他来专案报告啊 好 我觉得大部分的人 你会看 不好意思 来 柯委员 你看从396开始倒下来 我觉得应该是冻结五分之一啦 不应该冻结十分之一啦 专案报告啊 柯委员这部分我要帮电影同学人 我先讲话一下 我知道我没有 成绩很少了 不要再动了 一天 好啦 冻结十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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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看每一个各个党派 每个人冻结 你大家看看一下 你看我黄国书多棒 他也简列两千万 特别你要把他提出来 所以我叫他不要来了 我叫他不要提出来 他不敢来啊 多好你看看 各位 许志杰也许志杰也两亿耶 不行 我这样对 各位各位 全力支持 不是不是 你看许志杰周教兵说冻结一亿耶 你看这共识性多高 没有 刚才许志杰跟黄国书跟我讲说 他们支持预售 没有 那我们的周围也五千万耶各位 对 就冻结十分之一耶 所以说就是这个部分 加入黄国书的 对对对 我就加列他 他是这里面最负责认真的 一定要让他的某一个地方实现一下 柯署 你看的时候要我 特别要我帮他讲这个话 所以说我答应他加入联续 柯署 你要支持我的冻结五千万 五千万我也可以 OK耶 真的 我觉得 你看你们其他三位委员都这么样子的 觉得这有必要要去做这样的一个处理啊 我对那个部长在回应 电影的这个 我很满意啦 好啦 所以我们十分之一啦 十分之一也大概就五千万啊 专案报告 还有那个部长啊 你专案报告的时候啊 拜托一下 去跟行政院先沟通一下 他答应给你的钱 会不会卢素的从头给你 像比如电影 二十五亿 对对 宽利二十五亿五千万 对 他会不到时候如期给你 因为在第一期的 影视流行音乐 多没有 甚至还只给到一半 就结束了 所以你这次 这一期的期间计划 他是不是会卢素的给你 如果卢素给你 你要怎么做 如果不给你的话 你会怎么做 主席 主席 我专案报告的时候 一定弊病说出来好不好 好 主席 因为 主席我再忘掉了 因为虽然 有强化了 头痛才不 浓度太高 对不起 那个 有关电影中心的那个补助的那个 我们之前那个 是怎么做决议的 电影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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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记得 那个地方没有 因为前面有那几个 都照列了 就照列了 都照列了 好 那主席我这边是408案这边 是因为跟刚刚提到的这个全球布局的行动方案这边有关系 那我这边是不是也可以请全球布局方案里面就影视音产业的检讨报告这边 未来就是早上有说全球布局的时候要有报告嘛 那影视音的部分是不是也可以一并纳入 有 这样就可以了 好不好 好 好 来 呃我们刚刚 呃刚刚哦 就是影视音的部分也要在全球布局的检查报告中要有 影视音我们因为没有含在全球布局我们另外加一个报告 好 好 在国际通路的部分 所以406 407跟408 这个部分是不是大家支持预算照列 好了 因为黄国苏不在现场 吴智洋委员不在现场 那苏巧惠委员刚刚有接受 呃部长同意哦 就是要把这个全球布局的这个方案里面纳入这个影视音的部分 这部分照列 好所以这个部分的预算就照列 来接下来我们处理 呃林善哦 许智洁委员 他不在现场啦 林善主要就是对那个电影基金会嘛 就是 对啊有跟许智洁委员沟通了吗 对 呃 就是到中国大陆的两岸交流的部分 好 相关的这个电影基金会等等的一些交流部分 好有沟通就好 那我们是不是支持呃这个预算哦 409 252万照列哦 那再来林善哦 電影片分級審議及電影事業管理 許智傑也不在現場 那我們預算就支持趙烈 05是蔣乃馨委員的提案 有關國產紀錄片 國際交流 來 蔣委員 就是電影租金 OK啦 支持 有 有 法制化已經開始 有 法制化已經開始 有 昨天 行政法人已經在 在處理了 所以蔣委員 也支持 同意這個文化部 我是同意 之前就講的 對 對 對 這個電影中心已經在法制化了 要朝行政法人設置來努力 那蔣委員的提案 這一個1500萬元 就支持預算趙烈 接下來 06是黃國書委員 跟蔣乃馨委員 06推動電影產業 應用數位特效加值內容 數位特效啦 這是新的嘛 這是新的計畫 所以你在預算上面 說明什麼行的不經 你要不要口頭解釋 要說明一下來 說明一下好不好 事效是國內的優勢 報告各位委員 就是有關於這個部分 主要是106開始一個新的計畫 那這裡頭主要是 有分兩個部分 一個部分是協助我們現在的電影裡頭 怎麼樣能夠透過數位特效來加值 讓它的內容基本上是更豐富更多元 另外一個部分 我們是要協助國內的特效業者 能夠做國際接單 所以我們會分為這兩個部分 因為這 特效是 補助業者 補助業者 補助特效 國際接單 一部分會國際接單 一部分是電影的豐富度的問題 來 陳學勝委員 他說他好久沒講話了 但是你也不要講太久 沒有啦我是給他鼓勵啦 那個局長你知道嗎 那個有一個好萊塢的 一個特效公司數字王國 他實際上你在台灣 已經有後製的廠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一個在內湖一個在桃園 那你有沒有辦法利用這個管道 進入好萊塢的特效 你不要自己悶著頭在做 好不好我是特別跟你提醒 事實上台灣他們已經發現到台灣的 產業有這個能力在 所以好萊塢已經跟我們之前有連結 你不能自己摸著做好不好 講這是非常非常的準確 就是說其實台灣的這個 事效特效人才是有優勢的 包括李安導演非常稱讚 我們的這個事效 所以他也覺得為什麼台灣可以發展 整個影視服務的生態系 就不是只是說基地 其實包含整個後製 因為他們已經在內湖跟桃園 已經在做後製很低調在做 那我希望局長能夠掌握那個產業動態 我們私局都有 相關的聯繫 好吧我預算會支持 好不好 我一直瞪著你看著你 希望你支持 委員都支持 說我們懂不懂吧 他們在設施我們懂不懂 這個特效這個人才的培訓 跟產業鏈的建立 已經有基礎了 在台灣已經有基礎了 不是我們現在給工作人員的這些 薪資太低了 留不住人 很多人在這邊訓練完就去上海去工作了 這個是切實的環境 我們文化部要 我有一點拜託部長 你是不是把台灣這幾家有做特效的這些公司做成一個小聯盟 然後一起到海外去接單 不要他個別去做這個事情 好不好這一點我 好來來 蘇巧會委員跟那個柯正委員 好了柯委員先好了 對我承接上剛剛那個部分 因為其實有一些影視的這個所謂的民間的這個所謂的業者也曾經跟我們提過 就是因為我們台灣的特效做得非常的好 然後呢已經算是就是我 就是說他其實可以很多道外銷過去 也就是因為是這樣子 所以現在目前有非常多的場景 就是我們很多的這個所謂的影視基地 有沒有成立的一個必要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目前來說因為特效做得非常的好 所以有很多東西都可以用後面的key in的方式 你幾乎要什麼樣的場景都可以做得到 所以很多電影人士都特別提到 就是因為有很多特效已經達到這樣的層面了 可是我們台灣目前還要花費非常多的錢 在蓋很多的影劇 或者做所謂的影城或什麼什麼東西 這跟我們很多的接軌上面是有一個落差的 所以我只是提醒 或許你在這一塊要特別的去去做 不要做那麼硬體 然後去圈地然後來蓋這個東西 像目前這已經是落伍了 特效可以做得很好 你看任何大家看過嘛 那個婚紗你根本不要到一個地方去 他後面就馬上可以要你任何要的這個東西都可以 當大家已經把特效已經發展到這個層面的時候 那個部分的影劇裡面 這純粹是業界的一種說法 所以我們這個落差不要太大 好不好 這只是承襲剛剛那個部分 而且人也都可以拍得很美很美 是不是有必要還要再製作回應到最低的那 那麼多的影劇中心 全台灣有我們那時候條列出來 有那麼多是不是有這樣的必要 我覺得還要跟這個趨勢稍微做一個連結 好 謝謝客人提醒 然後那個喬惠委員跟私藥委員 好 我就對特效的這個部分當然是非常的支持 但是我現在不好意思 我要差提回一個這個 許志杰委員的4E0案這個電影分級的部分 但是他的預算我是支持的 只是因為我在這個主決議4E這邊也有提出來 那我必須趁這個機會 讓部長和次長這邊表示一個態度 就是我們現在的電影分級制度 其實是比較僵化的 所以他產生的問題第一個是說在這個商業片這邊 其實他有評審的費用很低 所以大家不願意去出席 然後所以審議的過程很冗長 也沒有一個可以大家聚在一起討論 所以這個審級比較僵化一些 這個部分是一個 但另外一個比較麻煩的部分 也是可以思考應該很容易改變的 是關於影展片的分級部分 因為我們現在台灣 今天這兩天討論很多了 我們有非常多的影展 可是影展的片子 因為它不一定有上映 所以影展片的分級 是變成是每個影展自己去做認定 所以同一部片在不同的影展 可能需要有很多次的被審定 那這就是一個浪費 而且甚至有可能是因為在不同的影展 所以同一部片會有不同的分級 那這當然更是一種不合理的狀況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很簡單 可以改變的狀況 所以這部分是不是建請文化部 我有做成主決議啦 那是不是可以做一個檢討 據記者 關於影展片的這個部分 因為是明定在電影法第十條 影展的部分要另外由我們來 依照規定來做限制 所以這可能不是我們目前可以調整 可能要回到修法的這個部分 因為他是在法律裡同名定的 那文化部有沒有太多啊 對 基本上是這樣 因為影展的這個部分 因為我們目前在執行上 是依照他的這個在法律上面的規定 那因為影展之所以每次都送來分級 涉及到他每一個授權給他的這個版權單位 他也許只授權在這一次影展的一次播出 但是剛剛委員提到的部分 就是說分級上我們會給委員 告訴他前一個影展他的分級 讓他盡量能夠一致化 我們會把參考分級是提供給委員做參考 這部分可以做改善 但是就是剛剛委員提到那個期間 可能因為我們回到版權的 他的被授權 就是他原先單位授權給他放映的期間 我們可能沒有辦法做放寬 讓他可以期間是放大的 這可能會違反他當初的授權的條件 白癡 這個問題我覺得還可以再細緻討論 那我是做成主決議 希望文化部可以討論這個問題 我想次長也 部長都是專家 對這個部分其實還可以就細就討論 那今天不用在這裡做時間 好 不要浪費 我就有一句話就是說 這個分級制度是因為電影法 刻意文化部這個責任 所以他就必須要來處理這個分級 那當然委員期待說 那個審議是能夠更是共識 或說深入討論 這部分我想沒有問題 我們會 其實是有討論 但是就是說會請委員在 能夠深入討論 然後有需要副審的 都會請當事人 能夠盡量也來參與 好 謝謝 那我們這個預算就支持趙烈 好不好 好 謝謝各位委員 接著第三幕 廣播電視事業的輔導 來 等息的等息的 等息的414 這個是整個預算的部分先保留 你可以發表一下嗎 好 可以啊 可以啊 太好了 我們應該要支持415黃國書委員的 簡列五千萬 凍結二分之一 應該強烈的支持他 對 你看他完全跟我一樣 你看 而且我還是整整塊的簡列五千 他只有在01就簡列五千萬 這一定要好好的支持他一下 我想這個最主要的問題 就是那個執行率的部分嘛 因為也是我們這個報告當中 這可能要做出一個說明 你們的旗艦計劃裡面 審計部認為你們執行率只有78.23 為什麼會是這個樣子 而且你們在一般行政裡面 所編列的這個預算當中 其實你們有你們整個的預算 你們第一期的旗艦計劃 就是大幅縮減59.13% 但是你們又編了這麼多 那到底是為什麼 我想這個東西都很需要做一個處理了 好不好 那這個整個的預算上 我覺得合理度應該 我需要一個詳力的說明 好不好 好 等一下 等一下 為了表示我的善意 我416案我就不提了 好 不提了 我就轉支持黃國書的案子 黃國書已經羞愧到 不敢出席在現場了 因為我覺得真的 他寫的是真的 他對這個方面真的是比我們深入 所以我很佩服他 所以我覺得應該用他的這個提案來討論 好不好 說實在的 電視為什麼 電視裡面有關補助的部分 為什麼測案率這麼多 這個應該要檢討啊 為什麼 那是因為 他當時提案是隨便提的 然後我們隨便審了 然後他實際發生的不對了 然後就測案了呢 還是在怎麼樣情況下 測案率為什麼不會這麼高 對不對 所以我是覺得這個部分 應該要考量一下 而且電視的部分 雖然大體上跟 讓我講完 雖然跟電影有雷同 可是基本上電視的性質跟電影還是不太一樣嘛 所以今天我們面臨到我們電視 說實在我已經講過很多次很多次了 對不對 我們自治率一直在下降 沒有人要自治 我們現在打開電視 你看裡面的這些 這個電視劇 幾乎都是外國人 我們新的台灣自己新的電視劇 很少很少 那我們要怎麼辦 對不對 因為這個旗艦計劃不是第一期 不是剛開始做嘛 對不對 到現在已經八年了啦 八年了為什麼還會變成這樣子 到底問題在哪裡 真的 我是覺得應該要好好的檢討一下 而並不是說 我今天编了那麼多錢去補助給人家 然後人家補助呢 拿到補助費以後又不要了 那沒有任何意義嘛 所以如果是百分之十幾的 那個那個那個策案的話 你想想看 五億多的百分之十幾 就是差不多將近一億了啦 對不對 那你這個策案的這個率 這麼高的話 你這個一億擺到哪裡去 又到處又腳褲去了 對不對 還是滾到下一年度還是怎麼樣 我不知道 對不對 所以在這個部分 我覺得 我們真的應該要針對我們 電視產業的部分 如果推動國內 多多製作電視劇 這個部分我們來考量 還要再加上OTT的問題 我們要怎麼辦 好 謝謝蔣委員 那柯委員 對不起等一下 我們剛剛第二幕那個電影事業輔導 那個396 你的提案總的預算 就如我們剛剛的細項處理 好不好 沒有問題到我剛才怎麼出 反正就是跟我們有關 對對對 電影發展 OK 我特別報告一下 各位 來再回到電視 是不是 來來來 報告一下剛剛有提到那個 執行率跟那個策案的問題 是不是 好 就是要不要 我想簡單說一下 就是說因為先前可能補助的這個比例 那他電視台致付的這個經費的比例相對高 他做不到 所以他測案了 所以這個明年的補助要點已經做了檢討了 要請在這個提案的時候 請電視台要說明他的整個需求跟規劃 那我們會請委員同整的考量 今年 有溝通 所以明年我們會注意這個情況 那讓整個計畫是可執行的情況 就是說補助的比例 我們會有一個橫平的考量 那這個稍微集中資源讓有一些計畫 它是可執行好的案子得到足夠的支持 然後可執行 我覺得這個有關電視產業的部分 絕對也是需要一個專案報告 因為台灣的電視過去也就是一個這麼 亞洲裡面真的號稱第一的 我們都是輸出來幫大家來輔導韓國 輔導哪裡去做泰國來去做這個部分 那怎麼到現在為止 我們會變成這樣一個慘劇 我覺得商業的價值其實大家最需要考量 那我們現在只是如何把這個環境把它建置好 而不是只有在一些補助 因為我們永遠補助不完 我們永遠補助不完 這還是要把這個群眾的這個收視的東西帶回來 那你看看現在越來越慘 像都是政論節目 連一個什麼綜藝節目都看不到了 那我覺得一定有一些的方式 但我同意 這完全是商業性的一個環境 我比較希望說專案報告裡面是說 我們到底整體裡面對於整個這個環境的 這個環境的這個運作建構到底是如何 所以我個人認為這個部分裡面 包括我們現在有這麼多本土的三例這個東西 做得很好啊 可是現在你看也都要裁員啊 所以這個部分是一個很整體性的問題 我們是用個專案報告 然後著動一些的方式 我們第三部就整體討論啦 好不好來蘇喬二委員 那既然是這樣整體的話 那我就加進去啦 要報告 不管是書面還是專案 就一起啦 因為是整體 我的是419和420 一個是有沒有多 在鼓勵的這個發展的部分 有沒有是多元的不同類型的巨碼 這樣子的部分 這當然是第一個 有有有有 你們第一次的報告已經都有說了 有好 那就是繼續嘛 那第二個部分延伸出來就是那個OTT 我們在補助的部分 那OTT這種新型態的有沒有也能夠發展 當然也是中間的一環 然後再來的話呢 在書面報告當中呢 有寫到的就是說 我們會去開發新興的市場 那當然因為限於一面這樣子的篇幅 所以我們就當然希望有更多的報告 所以就是提出書面報告在進步 蘇委員提到這三點都有納路在執行了 那剛剛科委員提到就是說 其實最重要還是去整備那個環境跟營造那個生態系 那這個就是我努力的目標啦 我努力的目標 所以我們來提報告我們都很願意 這也是我們努力的目標 我也覺得只有輔導補助是不行的啦 只有輔導金是絕對不夠的 好 我們報告之前就像你剛剛有 對阿信跟行政院討論 你報告之前是不是跟我們目前幾家其實是 都有都有 你先把他們討論一下 他們你們的故事 有有有 然後再來延伸去做這個處理好不好 好 那各位委員 支持這個預算的話 我們第三幕啦 就整幕的凍結十分之一 專案報告 就如剛剛電影事業產業的福祉一樣 好不好 好OK 好來第四幕流行音樂產業輔導 我也加入黃國書 我也加入黃國書 我們簡列五千萬 你加入嗎 沒有 42B 我們加入42B 對 通通一樣好不好 來流行音樂產業輔導 我們蔣委員提議 是不是就也凍結十分之一專案報告 那這個專案報告就是 如同我們大家建議的影視音 這個一起做 還有包括新型態的OTT產業 做一個專案報告 而這個專案報告必須要納入 我們的補助機制的檢討 還有改變 還有未來的發展的一個方向 那我們的政策在於建制更優質 更好的一個產業環境 來培育人才等等 好不好 好的 第四幕也動十分之一 專案報告 來 主決議 437 437有一個建議的文字 就是倒數第三行 可研拟協助業者加強與平台合作 有跟陳學生委員交通嗎 有跟陳學生委員交通嗎 OK齁 好 那就照文字修正通過 來 438蘇小會委員的 438遵照辦理 照案通過 來 439 439遵照辦理 照案通過 440 440是不是能夠建請蘇委員 倒數第四行 近年來這裡刪掉 然後接原建請 影視局與教育部 研議於大專校院 針對編劇企劃相關人才 提出跨界培育計畫 好 那就照文字修正通過 來 441 遵照辦理 那就照案通過 442 遵照辦理 照案通過 來 各位我們還有一個主決議 剛剛要請大家也再同意 417 317 317案 剛剛鄭天才跟陳學生 柯智恩 蔣乃欣委員的提案 那鄭天才委員跟陳學生委員 再一次的建議有一些文字的修正 我再唸一下 文化部好像有跟他們溝通了 同意了 那在最後倒數第三段 檢討開始後面劃掉 應該說改變為修正文字為 協助國內外拍片需求 與花東地區在地民間影視基地 進行資源連結 以發揮在地優勢 這樣子文字修正通過317案 還沒處理完啊 臨時天等一下 來 來我們現在國立傳統藝術中心 好 站一下沒關係 唉 我也要騎一下 來國立傳統藝術中心喔 他的稅入有柯智恩委員提案的規費收入要整列 沒關係 他在整體 可是客委我要請求你的同意喔 因為你的是規費收入跟其他收入 你是分兩個 規費只有五萬 沒有辦法增加 OK好 那兩個就是增列五十萬 好 OK 好 那我們四四三案就是增列五十萬 最初的 就一起啊 就一起啊 就兩個一起啊 然後自己去 對啊 來 稅初的部分喔 來 一般行政有黃國書委員跟吳智陽委員 黃國書委員不在現場 來 吳智陽委員 我們 柯委員或者是蔣委員幫他說明一下嗎 他這個應該也是針對那個派遣人力吧 好啦 好啦 他那是派遣人力的問題啦 應該都是臨時人員的問題啦 好啦 張委員建立的 好 這個特別 代表的人力就不重複數 這個就不重複數 好 那我們這個吳智陽委員的這個 基本行政工作維持的這個提案呢 主要在檢討派遣人力臨時人員編制的問題喔 那我們就統一在文化部本部 我們之前討論過的這個檢討報告裡面 一併檢討喔 那我們預算就照列 好 接著傳統藝術中心的業務第二幕喔 有446到450 我們一起討論好不好 是 來 柯智恩委員 我們是把傳藝跟台藝 你稍微給我分隔一下好不好 呃 你的傳藝中心都在宜蘭嘛 對不對 然後呢 現在好像傳藝中心在台北 也有個辦公室嘛 戲曲 所以呢 所以嘛 我們現在比較 我們其實當初傳藝中心的部分 其實也有考量到文化 平權的這個部分 希望在宜蘭的這個層面上面 可以達到 讓我們這個後山的居民 也可以享受到這個文化的一個熏陶嘛 可是現在目前為止 好像你除了把這些 這些所謂的一些 你現在是交給統一還是 對不起 全聯 那目前為止呢 還是跟他們繼續合作嗎 才剛剛簽約 剛剛簽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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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是剛剛簽約 到全聯的這個部分 那個是我上任前招標吧 就是今年才剛 年初上半年才招標 因為他才上任一個月 你就叫他過來這個地方 所以我帶他回答 沒有問題啦 所以他很熟啦 吳主任 因為以前長期 他在學業都是在關心這個部分 我了解 那個 我可不可以問一下就是說 你扣掉這個委外的不算的話 台藝中心的正式營運之後 傳藝中心有多少人留在台北 還有你的台藝中心是多少 我可不可以先了解一下這個部分 我純粹只是要空閒 不要是因為這個 台北的 好 謝謝 謝謝 那個 因為宜蘭的國立傳統藝術中心那邊 雖然在之前已經做了ROT 就是促餐過去了 但是 現在我們的人力裡邊 其實 大部分都還是留在 國立傳統藝術中心這個地方 對 在宜蘭 那只有一組人 只有一個組 那個組叫做聚發組 那邊有兩個科 現在目前是在那個地方的 所以 整個 在台北的 還都在宜蘭 還都在宜蘭 包括我們的主計 包括人事這些 都都還在宜蘭 所以這個是沒有問題的 那至於說 ROT出去以後 現在我們也正在跟全聯來討論 就是說 我們原來的那個行政大佬 我們希望能夠有一層 回到我們來 回來 這個現在目前都在 都在 我可以把你這兩個部分 特別傳統 你的人力的配置 一份的書面給我 好不好 我還是要知道 因為你要知道我所強調的部分 就是 非常多的這個部分裡面 有一些的也特別強調 就是因為你已經把很多的重點 又轉移回到這個台北 讓當初 當初你所設計的初衷 是被某種程度 是受到一些的影響的 所以這個部分 我想我需要你這個部分的 人力的配置 我們相信嚴格的這個部分 好 那我們就提 請提供一個詳細的書面資料 給柯委員 尤其針對柯委員所關心的 你宜蘭本部跟台北的一個 人力配置的一個 內容 好不好 好 那 吳斯耀委員 尤其西寶 站起來講 我想問一下 主任您是剛到任嘛 對不對 一個月 一個月嘛 吳主任嘛 剛從方主任手上接到嘛 那國樂團是屬於我們 那新任的國樂團團長 叫劉慧珍 劉立貞 今天要來嗎 他今天沒有來 今天不是也在審 國樂團的預算嗎 是但是因為今天那個國樂團正好在做指揮的比賽 他有沒有請假 你有沒有跟委員會請假 因為我問題要問他 因為我也不認識他 我想要認識一下 我可以回答 你可以回答是不是 今天是主持什麼的比賽 就是中港兩地的那個國樂團的那個指揮的比賽 對 沒關係我是新科立委 其實我過去在台北市TSO也發生過音樂總監的一些零聘的問題 我到中央來 我發現好像中央的國樂團也有類似的問題 我們現在的音樂總監到底是公開甄選還是直接委任 直接聘任是哪一種狀態 現在嗎還是過去 現在 現在是那個 現在目前是 對 袁慧昌 袁指揮 也是袁總監 是 他是在之前的時候 之前那個應該是用公開的方式 公開甄選的方式 用公開甄選的方式 什麼時候開始改 他在這之前 現在已經是第五年了 好 第五年了 他的合約到 前幾天 那個 剛好某個媒體做了一個專題 我想你們也知道 我覺得非常遺憾 好台灣這個 溫以仁先生的事件 過去爆發了 因為這個甄選的風風雨雨 可是我覺得個人的事情 他現在官司在處理 事實上也都定驗 我們當初國樂團 有人去不時爆料 質疑他的學歷 法院也給了他 也給了他 平反 事實上 平反了 他的學歷經由奧地利辦事處確認 他就等同於博士學位 這件事情衍生出來的是什麼 我說我很痛心 我過去在台北市議會 我看到TSO的整選 也有種黑韓來黑韓去 我們這個好幾年前的事 他現在在考律師 因為他為了自己官司的平反 好 那舊制度論制度 舊制度論制度 到底我們給我一個資料 針對這樣子的一個案子的過程 還有你們的檢討報告 我跟部長報告 部長可能也 部長聽我說一下好了 我想要知道制度上的檢討跟改革是什麼 過去曾經是當初請溫先來的時候 本來是直接聘他來 一年後馬上要公開甄選 他都OK 當初甄選的條件也沒有學歷這項 後來又加了要學歷這項 又發生有人去對外不時爆料他的學歷造假 事後看過來這都是一團疑雲 一團內 一團 一團 好 那 該懲處的人沒有懲處 爆料的人 後來國賠到底是誰賠 國賠誰賠 國賠本來判要賠 你們有沒有編預算賠 後來當事人留犯罪的人 犯犯就是做不時爆料的人 他自己留保鏽女士嘛 他自己要賠40萬嘛 對已經賠了嘛 那內部對於這樣子的一個團員這樣的行徑 對於自己的前團員做這樣子的不時的攻擊 我們有任何懲處嗎 之前其實事件 來麥克風 麥克風 不好意思 報委員 那個之前的話在這個事件爆發了以後 有一些檢舉信函等等進來 法院在判之前我們已經對劉寶秀老師 就是這個團員他的處理模式 我們就覺得有問題 所以有召開了人評會去討論 已經有給他寄了一個寄過去 申戒嘛 是申戒 對 寄了一個申戒去懲處他 然後事後 因為這個案子總共大概告了大概有四個到五個之間 那基本上本來溫子輝求償是一千多萬 後來就變五十變四十 好那個都漏漏燈不用講 然後這個事情發生了以後 我們就依照國賠的方式 就跟劉寶秀本人在索賠 那劉寶秀也提出的意義是認為說他賠應該他告書了 但是這個罪已經被罰了 就不應該一罪有兩罰 就是說之前也被行政懲處 現在國賠他也賠了 所以目前公部門的行政程序是處理到這樣 那因為司法案件還有一庭還在處理 所以我們會等到整個都完備了以後會去再走 那個我跟部長可不可以做一個要求好嗎 部長因為我們的主任也換了 團長也換了 那但是對於這個案我是一個新科的立委 我覺得當中有很多我們管理層面的問題 我們制度缺失的問題 我在這邊不針對任何人 我說我過去看到TSO的經驗 我不願意現在台灣國樂團又有這樣子的狀況 就針對我們的音樂總監他的臨聘的制度 我希望是一個正面的制度化的檢討 所以我需要兩個部分的報告 第一個針對瘟疫人這樣一個案子 我覺得是台灣的遺憾 一個台灣在國際上樂團的台灣之光 因為內部的一個這樣不實的爆料 毀了他的人生 毀了不是他個人的人生 是台灣在國際樂團的一個巨星 這是台灣人的損失 所以針對這整個案子的檢討 內部的調查我要一份完整的報告 就我所知並沒有很嚴謹的一個調查過程 那我希望我也信任你們你們剛上任 我希望主任跟新任團長可以去把這個事情做一個檢討 給我一個檢討報告這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我們到底國樂團的 你的這個音樂總監跟團長的職責 其實每個樂團都碰到同樣的問題 團長音樂總監要combine或是怎麼樣 以及好那就以音樂總監來講 你的徵選制度過去如何現在改了為什麼改 你給我一個也是針對這個制度面的改良 做一個報告所以這兩件事兩個報告 一個是檢討這個案子該調查就調查 第二個部分新的制度以後不得再有這種 你在徵選的過程資格講清楚 從來沒有要學歷的突然要一個學歷 人家的學歷也沒有造假 被你們內部人說他造假 一個人的人生毀了 台灣的樂團之光毀了 我覺得是大家共同很痛心 我兩個部分的報告 而且我也希望立軍部長可以去多了解這件事 錯殺了一個年輕樂團的優秀的指揮家 好 所以他結束了之後接著下來當然我們又有面臨這個 那我們現在初步的構想會把團長 藝術總監指揮三個分開來 把這個責任分得清楚 那也就是在我們下一次在做這個臨聘的時候 有一個重要的分野 這也就像剛才委員所說的 沒錯 台灣的樂團裡面常常就是藝術總監兼指揮 這樣子呢 破壞了整個團體的那個 沒錯 所以我們會把這個三位 三個部分 團長負責行政 那整個樂團的走向由藝術總監來策劃 然後交給指揮 在每一場的音樂會裡面來做指揮就好了 就是責任把它分清楚來 那我想 臨聘的制度 對 臨聘的制度 因為這臨聘的制度 過去確實是有兩種 一種是希望能夠公開徵選 但是公開徵選 現在問台灣的所有的這些學者專家 他們都很希望直接臨聘 所以這裡面就出現兩種聲音 各有優缺點 沒關係 那你就把這個書面報告 兩份書面報告 盡快提供給委員會 發生到後來我們現在處理的方式裡面 把它寫清楚來交給委員 好來 柯智恩委員 我剛剛還是要問一下我剛剛那個部分 我剛剛說傳譯中心 宜蘭那個傳譯中心 現在你們現在把大部分的東西 搬到現在台系中心去是不是 沒有 你說人員嗎還是 包括很多 我現在比較質疑的就是 整個的傳譯中心 你現在全部把它委外 現在好像你們那個行政大樓 本身也是委外 對不對 我們現在只是強調 如果這些 然後好像你們現在只停留到一個圖書館 圖書館裡面目前的很多的典藏 也都不對外開放了 所以我只是強調就是說 傳譯中心這裡面 當初所做的 是要做一個傳承的這個部分 你現在只剩下一個部分 擺在那個地方 全部委外 然後呢就好像一些很精神的 一些人才的培養一些的部分 目前為止並沒有在實施這個部分 這是我剛剛所沒有特別問清楚了 所以我剛剛只問說 是不是把一些很多大部分的一個整個部分 已經擺到台系中心去了 跟科委員報告說 沒錯 這幾天我們看到那個邱坤良校長寫了三 三四篇來 對 是是是是 其實現在的國立傳統藝術中心 當然在新的ROT出去了以後 並沒有像外界所說的這樣子說 整個都完全 完全那個 只剩下一個圖書館 並不是 那事實上是 當然那個 行政大樓確實是 過去是按照這個合約裡邊是 委外出去了 因為那個當然是 我們如果從整體來看 當然因為15年下來了以後 裡面很多東西需要維修 需要那個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那我們現在 重新的回頭來檢視 我回來以後 檢視這個合約裡邊 其實不是這樣 比如說大培養廳 還是小培養廳 其實都還在我們的手上 並沒有那個 裡面還有一棟的那個 那個宿舍 也沒有說 委外出去 沒有還在我們這裡 好那你是不是可以把這個 邱前校長所提出來 這不是只有他所關切的 大家還是會非常關心這個傳譯 當我還是強調剛剛所說的設立初衷嘛 你現在全部因為經營的關係 然後把大部分的部分變成好像是 全部只剩下一個殼 然後把一個嘴大的樞紐完全網絡台系 針對他這個質疑 不是只有他部分 你是不是可以給我一份 更完整的一個說明 還有包括我剛剛所說的 人力的配置 我只要避免這樣的狀況發生 好不好 你就要做一個更完整的一個說明 好不好 那我們要好好來監督一下 那是不是請各位委員支持 我們傳譯中心的這個預算 只有他 那我們預算就照列 但是剛剛吳委員科委員 各位委員所要求的書面報告 請盡數 而且詳實的 來送交本委員會委員 好 那我們第二幕的預算就照列 來 接下來就是國立台灣美術館 在處理台灣美術館之前 我們剛剛蔣乃欽委員 跟各位委員有提了一個主決議 來我直接蔣委員 跟提案人士蔣委員 乃欽 連署人 蘇巧惠委員 張六萬堅委員 何欣純委員 柯智恩委員 那也包吳司要委員 因為這個是一個正面的 希望能夠幫文化部爭取預算 主決議的內容是 關於公共建設計畫自償率之訂定 考量文化部相關文教設施內容 多具高度公共性教育性及文化性 有別一般公共建設計畫之性質 建議行政院因檢討文化類別之計畫自償率 以超過百分之十為上限 以不超過 來來你先聽我講完還沒啦 我們原來的文字是建議行政院因檢討文化類別之計畫自償率 以不超過百分之十為上限 這是原來的文字 也是我們本委員會大家共同的心聲跟提案 以百分之十為上限 因為你不超過百分之十就比較上限 所以現在 來 所以現在是不是我們可以來討論一下 因為文化部有建議的文字 聽看看 文化部的建議是把最後那一句話 劃掉以不超過百分之十為上限劃掉 建議計畫自償率由文化部評估設定後 報行政院核定 來 部長要不要說明一下 這是他的建議 我們還可以再修 報告委員就是說 因為我們這邊 基本上公共建設計畫最後都還是要經行政院核定啦 那因為其實每一個管所他自償率的設定會不一 所以我是建議說不一定要拉一個標準上 而是說由文化部來評估 然後讓行政院給我們這樣的彈性 那是不是要把那個自償率的彈性要寫進去啊 那是不是要把那個自償率的彈性要寫進去啊 其實這個當然對我們是很好 但是可能其實我是建議說 是不是有人可以考量不一定要有一個數字 但是我們一定 因為我們既然要爭取這個彈性就是會在他的30%以下 就是有一個讓他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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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阿 原則是OK啦 唯一原則是沒有問題 你不超過10%為原則嗎 對阿 對阿 你不超過10%為原則嗎 你不超過文化部原則嗎 對阿 沒有你們部長的文化部這個阿 要留著阿 要留著阿 原則阿 而且這是我們 立法院教委委員會的一個主決議啦 來我再念一次喔 請大家再聽一下好不好 關於公共建設計畫自償率之定定 考量文化部相關文教設施內容 多具高度公共性教育性及文化性 有別一般公共建設計畫之性質 建議行政院應檢討文化類別之計畫自償率 由文化部評估設定後 報行政院核定逗號 以不超過10%為原則 好 建議兩個字拿掉 好 那建議兩個字拿掉好不好 好 那我後面增加的 包括部長 建議修正文字跟後面的嘉義軍 以不超過10%為原則 OK好 那就這樣子 修正通過 好 好 謝謝大家喔 這個大家一致支持喔 文化預算一定要支持喔 來接著來國美館 國立台灣美術館 來 稅入的部分有課政委員 雜項收入的部分要求增列兩百萬 來 館長在這裡 蕭館長 好 來 麥克風 麥克風 你們要知道多少嗎 我覺得應該是有點 還是要有一點壓力吧 一百萬 對不起 我們 我們能不能比照傳譯中心 也是一樣 減半 減半啦 對 就一百萬 好 好 四五一二 我們雜項收入 就增列一百萬喔 好 謝謝 來 再來 稅出 稅出的部分 第一幕黃國書委員 他沒在現場啦 所以我們業務費用就是趙烈喔 來 第二幕喔 美術館業務 業務內容裡面有 453 454 柯智恩委員跟吳智陽委員 柯委員 先讓柯委員發表一下啦 對啦 對對對 尊重一下 我們可以凍結 我可以要求凍結 我可以要求凍結 賣好一點 凍一千萬 十分之一好不好 有什麼問題 有什麼問題 我們說明一下 來來來館長說明一下 因為這個案子 本來是價值產值化的四千多萬 然後是挪到那個文化品牌 那基本上來講的話 這個就是我們數位化的展覽的經費 等於就是說以現在來講 我們從傳統的那個現代美術館 然後進入到當代 我們有一個數位藝術方舟 那所有的展覽其實就是這一塊的錢 那都每一個錢都是真的實際上用掉 我凍結啊 凍少一點 凍少一點 凍一千五 凍一千五啦 凍一千五啦 好不好 好 好 那四五四 吳智陽委員這個案子 就在那個整體的文化部要求 對全球布局的一個整體的一個 完整的一個報告裡面 一併來提出就好 那預算就不處理支持趙烈 好 接下來公益中心 公益中心 公益中心 我的說明你想得很清楚啦 就是說你這個所謂的 加值應用的發展的成效 非常的不佳嘛 對不對 我們提出一些的數據嘛 所以我才認為說 應該做一些簡列的動作啊 對不對 好你可以提出說明 來請說明 好 趙偉 各位 立委 我們那個這個 這個案子 其實是三個方向 一個是公益推廣 一個是公益科技計畫 一個是公益增值計畫 那那個您所列的 這個部分 我要特別來向委員報告 在2011年跟2012年的時候 那時候它大幅成長到 那個1500多億 那是因為 連續兩年金價的上漲 那那個我們有 在那個文創 那個 文創的那個 那個 統計報表裡頭 很清楚齁 在2012年的時候 金價 2012年的時候 金價大跌 其實是它最主要 它整個下滑的最主要的因素 有沒有其他可以 要補充說明 或講得更清楚的地方 那此外呢 那個 我們行銷通路的建議 在提到了 其實是103年 進駐保護時代村 一共進駐了半個多月 我們發現說 在那邊的營運是有問題的 那我們在這兩年呢 我們有 那個行銷通路已經在 新光三圍跟遠東保護公司 都分別 你這邊有寫嗎 對 加速是有成長的 對 加速有成長 是讓這兩年的金額 那個 又拉回來了 又成長回來了 是 好來說想後 幫共運中心說句話啦 因為其實像我們在英哥這邊 就很需要這個單位的協助 這幾年齁 已經從7億喔 一直減一直減 減到現在剩2億喔 上次委員還質詢說不夠 錢是 對我們那邊齁 真的是 但是我們還是蠻認真正在說的 所以就支持趙烈啦 其實加速是有成長的啦 產業的加速是有成長的啦 產業的加速是有成長 好啦 柯委員很Nice的 他很支持的 對啊 謝謝各位 所以我們公益中心的案子 預算都趙烈 謝謝各位委員支持 好 謝謝 謝謝委員 來 國立台灣博物館 發水有問題嗎 這應該很簡單的發 博物館來 台灣博物館來 稅務跟 稅初一起討論啦 好 OK 來 那客政委員要求 增列80萬 就照 提案 增列80萬 458案 來 接下來 459 460 一般行政 好 就是我的460 那我想這個地方呢 就是台博的這個租金問題 我想這也是個老問題了 那甚至是 其實不只是部長應該知道啦 連我們今天主祕啊等等啊 大家其實對這個問題應該都非常知道 這個管用不合一 大家的痛苦喔 所以 雖然後面有提出報告說這個是台北市政府喔 沒有不同意 但我還是很想知道 尤其是在這個場合 那不曉得文化部打算怎麼樣解決這個問題呢 因為這個問題不只是租金的部分而已啊 事實上他藉著這個問題 對於我們的博物館的營運狀態 說白了就是有時候也是很為難我們嘛 那我們的教育推廣活動啊等等啊 其實有時候 就過 他地不給我用的話 那我的活動是要怎麼辦呢 那或者是要是哪個地方協調不好 他突然就給我漲租金 這也不是沒發生過的事情啊 那我的預算就完全受到排擠了 所以這就是受制於人的狀況嘛 好那這樣子 我是覺得文化部 我們專案處理 我們一定專案跟台北市政府好好協調 那 最好是當然是有騎乘啦 這個是加速啊 因為這個真的 要趁著文化部現在就這麼有衝勁 謝謝蘇委員 謝謝蘇委員關心跟提醒我 我盡速來協調 好 那文化部就請尊重蘇委員的提議喔 好好趕快去做喔 那預算支持 那柯委員 我的說明裡面說得很清楚嘛 你看到105年9月20號的時候 你們的預算1億3200完全沒有執行 是全數未執行 好不好 所以你們表示就是說 你們沒有完全照計畫核定 而且就開始編列預算 所以讓你們現在的巨額的預算 完全沒有辦法執行嘛 所以這個部分嘛 你必須要 有改善我們請新任館長說明 所以我們才會說 才會提出凍結的這個部分嗎 是 跟委員報告齁 那我們這個是屬於歷史三期 那目前已經 院裡面已經通過了 那我們目前已經竣工了 那所以我們 我們執行率可以達到96.35% 下支援就可以了嗎 包圍 它主要是因為它是延續性計畫 它已經 施工已經三年了 而且我們這個 這個得到工程會的金子獎 優等獎 這要是奶公所以一定會問你說 是 還沒有按照計畫核定 就開始先編列你 雖然不要保守這個樣子 對不對 不是 包圍 我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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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吧一定是 沒有我的告訴說啊 我會了 是不是這樣 這個以後一定就可以 我們寫的時候 就要把這個寫下去 所以這表示奶公支持 所以他先行離開了 包圍 他這個台 鐵道部喔 包圍鐵道部的宣布 下三個人應該好好鼓勵一下 包圍 因為我擔任立委的時候 我有去視察 鐵道部的修復是真的做得不錯 他是有得金子獎 的修復的工程啦 但是他之前那個執行力 是因為行政程序的問題 所以不是同仁執行的問題 那現在克服了以後 現在的執行狀況都很好 程序是不是請客 有 有啦 其實台北真的做得很好啦 我們真的要鼓勵 講委員大家都把關得很嚴格啦 行政程序我都是依照委員的期待在進行的 所以你看那個台北機場也都合定了 對啦 就請部長 其實台北市所有博物館裡面 真的是做得很活潑的 真的 真的 教育功能做得很好 好 那如果各位支持 我們 預算 就照列 謝謝各位支持 來 各位委員 有一個臨時提案 請先不要放鬆 來 等一下啦 臨時提案啦 主決都處理完了 來 有一個臨時提案 這個陳學生委員提的 那柯政委員 吳智陽委員 蔣乃欽委員 連署 有關彰化縣 李棟財宅 大興鳳梨商市會社 吳恆秋石油殼牌會社代理店 杜錫歸故居 應有拆除之危機 建請文化部文資局 先至現場勘查了解 如必要時 採取緊急措施 將之列為暫定古蹟 來 文化部OK吧 建請而已啦 這這這 學生很關切啊 這應該OK啦 這真的加幾個字 盧必要時 這個 採取緊急措施 依文資法相關規定 當然啦 因為你要有一個 列為什麼還是要依文資法的程序 不是文化部愉悅文資法 好不好 對啦 依文資法相關程序 因為一定要有人提才能夠列為暫定古蹟啊 好來來來來 我再講一次喔 來 那齁 我們文化部有建議的文字修正為最後一行齁 採取緊急措施 依文資法相關程序 將之列為暫定古蹟 啊當然啊 當然啊 OK 其實陳學生委員的提案其實也就是在提啊 其實這就是提案啊 是啊 啊你用這個 以文資法相關程序來暫定 專畫憲政 對不對 好 那我們就照文字修正通過 好 好 那報告文匯來 來 我們文化部及國家表演藝術中心 預算審查結果 交由黨團協商院會討論時 由合召及委員心存補充說明 對委員質詢要求提供相關資料或以書面答覆者 請相關機關於兩週內送交個別委員及本委員會 待委員例行指定期限者從其指定 那我們剛剛也有處理一案臨時提案了啦齁 已經也有照文字修正通過 各提案如有委員要補簽 請議事人員詳細登載在議事錄 報告委員會今天議程處理完畢 現在散會 謝謝各位 有始有終 有時有中有時有中 沒有三什麼啦 加油 加油 反正也要報告 稍微了 謝謝 謝謝各位 今天晚上去你們公視台 台大 哨子 要上節目 有話什麼好說 有話什麼好說的 沒什麼好說的 你們兩個坐在一起 無聊到 臨落 天空 ons 正常 稍維 encont raging 這是 我是 你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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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